你好,小姐我要領三百萬現金 啊怎麼要領這麼多 我只要買房子 銀行櫃檯出現一對母子 一開口就要提領三百萬元 因為匯款比較不... 我要買房子,我們不然要買房子 那個要漏漏什麼 沒有啊,因為我們用匯款比較安全啊 行員相當激緊,趕緊詢問內容 卻換來不耐煩語氣 我問一下主管 現在是要報警就了啦 搶點啊,搶槍 民眾一度信以為真 銀行發生搶案 但其實這是警方和金融機構防槍演練 這次的一個防槍演練 是華南銀行的一個智慧任務編主 結合警方的一個防槍演練 那希望在歲末年初之際 那警方能夠與華南各銀行金融機構相互結合 讓民眾能夠安心過好年 平平安安快快樂樂的過眠 明德一路華南銀行發生搶案 原警辦成搶匪 真實情境謀逆 連戶外的感情圍捕 每個動作都很到位 就連電擊槍都派上用場 因為詐騙集團的案件非常的多 許多民眾都會零貴來提領大額的款項 結果都是去跟詐騙集團做面交做 遭受到投資詐騙 所以我們今年度的方向演練 特別結合了這個誓詐宣導的部分 由我們的同仁來飾演這個 林貴提款的這個老婦人 然後來做這次的結合誓詐宣導的部分 所以剛剛有發生搶案 所以有歹徒幾名 兩名 然後往哪個方向逃逸 明德一路 明德一路嗎 除了強化行員的應變能力 警方也提醒民眾 如果需要提領大量獻金 可以向派出所申請護鈔 若不幸遇到搶劫 務必記下車號和歹徒逃逸的路線 並撥打110報案 記者黃少鳴基隆報導